新北市一名確診的孕婦 因為週三發燒 身體不適送急診 雖然住院治療 但病程是迅速惡化 週五高燒不退 陷入昏迷 經醫療團隊搶救 不僅負重的胎兒宣告不治 今天凌晨 這名孕婦也不幸過時 新北市一名確診二十歲孕婦 在四號週三發高燒送急診 孕婦在治療兩天後失去意識 各科醫師急救同時進行營產 但胎兒搶救無效 七號週六凌晨孕婦也不治 院方表示 這名孕婦懷孕二十八週 施打過一劑新冠肺炎疫苗 入院第一時間 就給予對孕婦無害的抗病毒藥物 但患者高燒持續 病程快速 最後急救無效 初步研判的一個死因 是有這個 可能是有急性肺動脈酸塞 這是一個算 懷孕當中的一個急症 那另外當然也有感染 這個COVID-19 就是新冠病毒感染 醫師則分析 孕婦感染任何病毒 都是對胎兒相對風險 較高 還是建議孕婦施打疫苗 而隨著確診數攀升 也越來越多兒童染疫 急診科醫師就收拾到一名兒童 確診後出現罕見的恆溫肌溶解症 提醒照護家長 還是要注意病程的變化 對於這名兒童染疫後出現的罕見症狀 指揮中心表示會持續監測 而醫師提醒完整施打疫苗者感染 Omicron才有可能是相對輕症 但絕不能把他當成感冒來看待 記者是來臨間台報導